主料,高净面粉150克,酵母1.5克,白糖15克,鸡蛋10克,水90克,辅料,黄油50克,盐,奶粉3克,装饰水果,水果酱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-2小时,取一半的水与酵母混合在一起,静止制酵母完全融化。 低净面粉,高净面粉和奶粉放入盆中,加入白糖,盐,鸡蛋,酵母和鱼下的水,搅拌均匀成面团,温柔搓面团至表面光滑,改成长方形放入冰箱冷冻1.5小时左右,取50克黄油提前放置室温软化,整理成与面团2分之1大小的黄油片。 待面团冷冻完之后,把黄油片放在面团的2分之1处,将面团向黄油方向折叠,包裹住黄油,把阶缝处压紧时,第一次翻折后,放冰箱中冷藏松弛20-30分钟左右,再一次翻折,这是第二次翻折,放入冰箱冷藏。 进行最后一次翻折,冷藏松弛30分钟,改成0.6厘米厚左右的薄片,切割成大小适中的正方形,改刀成型,进行发酵,烤箱熨熨200度,刷上烂液,烘烤至表面金黄即可。 晾凉之后分别抵上奶油,卡斯达酱和沙拉酱,最后水果摆上水果,撒上糖粉装饰即可,烹饪技巧。 在进行发酵的时候,可送的温度要特别注意温度不易够高,否则容易影响起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